腾哥一线 精彩不断 大家好 我是陈子哥 流浪狗在垃圾场或者街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可今天这只拥有机械曲体智能系统 真狗心脏的机器狗你一定没有见过 摩托车少年在垃圾场捡到了一只强悍的机器狗 它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还可以自动认主 因为植入了真狗的心脏 它还拥有绝对忠诚的心 今天介绍的影片叫《机器犬》 银行的麦尔斯热爱机车 他是每一场比赛中冠军的角逐者 在这场比赛中 因为争夺冠军 他被对手珊姆故意撞倒 但是决战中 冠军依然被他拿到 在中途换练条 有一个叫沙拉的女孩吸引了他 晚上的时候 因为拿到了冠军 他也被邀请到了对手珊姆家参加晚会 珊姆是一个富二代 常常约很多人到他们家一起疯狂 沙拉的母亲为珊姆家工作 所以沙拉也住在这里 晚上两个人聊天 被珊姆发现并且打断了 于是就这样不告而别 有一家为军方研发战斗机器的公司 刚刚研发出价值7000万美元的ALX智能机甲失踪 这个人正在焦急寻找 而麦尔斯这时 再次被珊姆要请到了郊区越野 珊姆表示 麦尔斯高超的技术 如果能被记录下来 发布到视频网站上一定会大火的 可这时候他的伙计却将麦尔斯的邮箱中加入了饮料 这让麦尔斯表演时摔得不轻 珊姆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友好 他们丢下了一点点汽油给麦尔斯 就都离开了 正当伤心的麦尔斯更换汽油打算离开时 却在这里发现了一只机器狗 这就是克雷公司正在寻找的智能战斗机器狗 它拥有智能净化系统 它追击麦尔斯是因为燃料不足想获取机车里的汽油 被一只神秘的钢铁怪物追击的麦尔斯围着垃圾场不停地跑 最后机器狗终于被甩掉 并且损坏了零件而停止 麦尔斯好奇这到底是什么 慢慢靠近后 它也放下了戒备去修复这只受损的机器 轻微损伤被修复后 它知道这只流浪狗原来想要燃料 然后这只机器狗成了它的伙伴 并且它还成了机器狗受保护和信任的对象 女孩莎拉因为对它有好感 知道它被山姆玩弄后就追到了这里 离开克雷公司控制的机器狗现在只听命于麦尔斯 所以对于接近自己的其他人都会发动攻击 幸好麦尔斯阻止了机器狗 莎拉劝它应该物归原主 但是麦尔斯认为狗狗身上都是弹孔 主人一定不喜欢它 就这样 它们打算将机器狗带到一个可以存放的地方保管 在中途给汽车加油时 让它们意外的是 机器狗竟然能黑进系统 让汽车免费加油 还能破解ATM让二人得到了很多美元 麦尔斯感觉捡到了 它如获至宝的来到一处废弃建筑里打算存放机器狗的地方 这里也是莎拉经常来涂鸦的地方 想不到的是 机器狗根据莎拉的动作能绘制出涂鸦的轮廓 也因为某个涂鸦画面激活了机器狗存储关于自己来历的视频 麦尔斯知道原来这就是军方投资克雷公司研发的战争机器 但它还是不打算挥环 因为那样的话 它会成为一只杀人的机器 由于和机器狗相处得非常好 狗狗将脑内的卡片交给了麦尔斯激活了认主功能 这只狗从此只会服从于麦尔斯 对莎拉和麦尔斯约会不满的莎姆追到了这里 因为麦尔斯也喜欢莎拉 当然不爽有人欺负自己喜欢的人了 麦尔斯让机器狗吓跑了山姆 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姆是一个牙姿必报的人 他找了很多人找到了机器狗 便用烹火枪烧毁了他 幸亏机器狗的系统很智能 指点麦尔斯和沙拉找到了一家3D打印场所 在这里他们修复了狗狗 不过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完成系统的重启 不巧的是 克雷公司的负责人终于发现了狗狗的行踪 他派人打算抓住狗狗 交付给军方 但是想不到系统恢复的狗狗因为受到山姆的伤害 把山姆列入了追杀名单 系统暂时性不受控制 机器狗打伤了克雷公司的人转身去追杀山姆 正在庆祝自己干掉机器狗的山姆 又一次被柔韵和惊吓 躲在房车下面看着被狗赶到台湖 幸违麦尔斯制止了狗狗 这时克雷公司的无人机追到了这里 用电机抓住了狗狗 也抓住了麦尔斯 军火商发现如果想完全控制狗狗 必须得到那个认主卡片 还为其麦尔斯不给卡片就杀掉沙拉 可是沙拉很机灵 用当时和狗狗一起涂鸦的动作 唤醒了被强制控制的机器狗 他救了沙拉和麦尔斯 克雷公司负责人吓得逃跑了 可刚出门却被军方逮捕 因为他做了很多超出军方给他权限的事情 沙拉配合警方接受了调查 麦尔斯为了机器狗不被用作杀人的机器 他带上了人狗合一的互动头盔 想要带狗狗远走高飞 他们想逃离军方的控制 一路逃到山谷中却因为没有的路而摔倒 他想让机器狗像动物一样逃离被捕和控制 而机器狗又不想主人受了伤害 他一边逃跑 一边上传自己的系统模块到云端 最后选择了自爆以保护麦尔斯 机器狗就这样消失了 麦尔斯和沙拉经过审讯也没有大的问题 就被释放了 但是他们想不到后来 父亲将机器狗本来用作认主的卡片邮寄了过来 麦尔斯尝试激活时 意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机器狗的声音 因为狗狗的系统模块上传到云端之后 自动重组复活了 而麦尔斯正在研究机器智能的书籍 也许不久的将来机器狗会再次复活 永远地在麦尔斯身边做宠物 这就是今天关于小伙子捡到一只 价值7000万美元机器狗的电影 如果是你捡到了这样一只机器狗 你会怎么处理它呢